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各位网上听众 你们好 我是袁大明 很高兴今天又能够和大家一起 探讨一些近日发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扰香港的问题 我们香港出路网上电台的节目的目的 是希望为香港尋找一条出路 能够真正解决香港面对的问题 我们不是希望 只是和大家一起大肆批评 政府、某机构 或者某人对某事处理都不好 大肆 大家发誓一轮就算了 我认为 其实很多问题之所以拖延了很久 仍然都解决不来 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其实都未能够洞察到问题的核心 其实往往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边缘 还有问题的表征 未能够一针见血 直击问题的核心 还有我们的社会一向 都是过分羽赖一些所谓的专家 行内人士 或者专业人士 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 而这些人 很多都是一些所谓的既得利益的人 很多时候 令到处理问题的时候 是本末倒置 颠倒是非的 还有我认为 要能够有效解决问题 往往都不能够在问题出现层面去解决的 要有效解决问题 其实一定要在问题的更高层面入手 其实这句话 原来爱因斯坦都曾经说过的 我们希望能够深入讨论问题的根源 认识问题的核心在哪里 第二 认识问题真正的起因 第三 针对问题的起因 从而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法 或者某方向 最后 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能够付出一点点 就可以推动一些 影响深远的建设性行动 当然希望大家是用封音热线的方法 我们的电话是21341134 我们的ICQ号码是439457249 再重新一次 我们的封音电话是21341134 ICQ号码是439457249 或者可以在网上留言给我们 大家拥有参加我们的讨论 帮助一下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香港 好了 今晚我们的讨论的问题 其实是上一次的延续 因为始终 我们所说的所谓中华医药何去何从 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所以我们今次可以说 第二辑这样 是继续这个题目 我们今晚就很高兴 能够请了两位嘉宾 其中就是张士坤 他是注册的中医师来的 他也是一个 叫做关注香港 中医药政策联席会议的主席 另外一位是龙玉萍小姐 他是香港中医执业 资格示权益组的主席 好了除了我之外 我们今天都会有 我一向的三位主持 王岸然 他是我们香港更好电台的顾问 亦都说是一位时事评论员 他曾经为很大的 各大报章暂写过多汉的专栏 现在每逢星期三 在信报里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专栏 王岸然曾经也是香港几家学校的法律系的讲师来的 另外金铭言 我相信大家都很熟 他是我们香港近年大行动的 那个义务共事 他也是一位传媒的工作者 最后何佐治医生 他是香港和加拿大 注册的脊骨神经科医生 曾经留学在日本 是拿到社会学的学识的 好了 我们上次都说了 最近回归十年 很多地方 我们都是值得庆祝的 但是似乎在我们的中医那里 似乎回归了之后 政治的地位改变了 中医就开始 已经有了所谓法定的地位 但是我们经过十年里面 我们发现其实 现时中医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问题 其实香港人都可能都不是好知的 可能韩内的人 就会经历得到 其中一件事 其实就是关注到中医的前途 以及中国的中草药的前途 会怎样 我知道了 龙玉皮小姐最近很忙的 我知道你为了会务 是忙到不得了 或者可不可以先说 你最近有些什么要搞呢 或者介绍一下你那个权益会 所的宗旨 和希望做些什么 那袁医生 各位主持 你们好 首先我说回我们这个香港中医执业资格市权益组是怎样的来由 在我在2002年入读这个香港在企南大学开办的这个中医播程 遭到我们后来知道是毕业之后 拿到学位都不可以考中医执业资格市之后 我们就组织一个这个组织去争取这个执业资格市的 首先说回我们就是一批在香港的永久居民 就是在香港收读内地企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的一班中医学生 那我们是2001年和2002年分别入读这两家大学的学生 那我们是要经过六年的课程 我们这个是兼读制的课程 那是读完之后 中医院管理委员会是否决了 是不让我们考中医执业资格市 那其实当中我们是都不断去争取的了 这六年来是通过不断去信 最初由最初学校去信 因为1999年的时候 政府是授权给立法会 授权给这个中医管理委员会 去管理这个中医药界的 当中也是很多条例是未制定的 于是乎我们学校也是去信 有什么条件或者是资格才可以 应效这个执业市 但是中医院委员会 从头到尾都没有回过信 没有正面的回答我们 是一味用拖延的手法 只是说是个别平衡 以及将会稍后公布 我们看到学校也有去信 我们学生也有这个组织 于是我们也是去信 这个中医院管理委员会 但是回来的结果也是 没有正面的回复 也没有说这个课程是 需要什么的内容 或者是那个程度是怎么样 或者你需要的学舍多少 完全是没有提及到的 也没有正面跟我们直接对话 没有沟通 没有公开咨询过我们 直到在2002年的12月 他就制出一条条例 就是说 需要是五年全时间制的 中医学士学位学生 才可以应考中医执业市 于是乎就将我们这一批 兼读制学生 劈在这个考试门外 其实说回来就是 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 中医院管理委员会 是对一个考试门市 它是有一个条例的 也是登过一个欠报的 在2000年的8月16日 那个欠报是LN250 of 2000 它是一个中医的条例 第五四九章第六十一条 它就说中医执业资格市 就是说如果任何人士 适合以下的资格 就可以考试业市 是有两个条款 第一就是 该人士令中医组 信任在他申请时 他已圆满地完成 中医组认可的中医执业 训练本科学委课程 或与该课程相当的课程 或第二那个就是 该人的姓名已寄入根据第九十条 被传的名单内 且属根据第九十五条 必须参加执业资格市的人 这个可能是用于表列中医的了 第一个个 我们其实是符合这个条例的 因为它只要完成一个学委课程 它是没有详细列明是什么课程 也是没有一个准则出来的 因为当时它的条例 定立初期是非常混乱的 很多我听中医药界的人士都这么说过 但是它复回来的是没有正面拒绝我们不准考试 一名拖延的手法是说稍后通知 但是在这个期间 它不断修改它的条例 将可以完成学委课程 改为五年全时间制 因为当中以我所知 亦都是有一些兼读制课程 它是被它过渡的 其实在这个当中 你在条例未生效之前 我们已经存在是已在读的 它是有责任将我们这批的学生 是妥善的安排去过渡的 它当中只是安排了香港本地两间大学 是浸会大学和港大 当初它要求的课试是一千小时 我们学校是一定符合它的要求 但是我们的课程的学试 亦都是与港大浸大相约的 很可惜它们是选择性地 给你两间本领大学过渡 而我们企南大学和厦门大学 是它专考试门外的 其实第一,我们说明我们的学士 初期和他们相约 还有我们初期去信给他们 是没有拒绝我们 我们一直都想着有得考试 到它将条例修改完 又完全没有跟我们直接对话 没有沟通,没有公开资讯下 就将一条五年全时间制的条例 卡住我们 不让我们考试月事 我听到了,其实它有两个准则 第一个就是它认为认可 它认为认可的学位制度的学校 第二就是说比利中医 你刚才所说的 其实香港浸会书院,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 其实它都有这些兼读的课程 是不是现在还有的? 现在也是,因为它都有些毕业 有些还没有毕业 那就是说现在浸会大学和香港大学 兼读的学生 虽然它可能只有1000小时 它仍是可以考试的 反而你们是不行的 是不是这样意思呢? 以我所知 它原本全部要求的学士 都是这个学士 但是后来它是调整了学士 已经加了满足中日委员会的要求之下 它可以考试 但问题是它和香港大和香港大 是有沟通之下 去加了一个学士 之后被它通过可以考试的试 但是我们始终 都是没有和我们直接对话过 连我们的课程是怎样的 它都未知 它就说我们的课程是不合它的要求 不合它的时数要求 完全是没有沟通 没有资讯底下 是它自己的权在它 它可以怎样做 因为你刚才都说 其实是2002年12月 他们就有一个新的指引 指引就说 你要读全日制五年大学 那些才可以考试 好了 你刚才所说 我知道每大学 是有一个全日制的 很明显 它现在的毕业学生 是不是他们都需要考试 还是他们不得而自动 就当选就注册 就不用再考试 现在中医药界 就是有一个学院派 就是现在日后的 除了诗程祖传流传 下来之后 就一定是要你读完中医学 拿到学试学位之后 要参加中医药委员会的 中医执病史之后 合格之后 才可以是行医的 注册的中医才可以行医的 是 因为我所知道 香港的西医好像不是这样的 香港的西医 基本上大学不育了之后 你就去医院做医院 你就可以行医了 其实在外国很多都是 反而在我们自己 在加拿大读的神经科 我认识 有些同学 就不育了之后 所以考执业试 是考不了的 我认识的同学 考了两年都考不了 结果他们都放弃了 现在中医的执业试 是不是所有香港中医大学毕业的学生 都要考了之后才可以做注册 这个和西医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是的 一定要通过制约时 合格之后才可以注册 为成为中医 好了 我知道浸会有五年制 应该是五年制 还是四年制 五年制 好了 你曾经说 其实他们现在香港大学 都有兼读的课程 现在还有没有 港大和浸大都是有 因为他们没有完全毕业 那是不是他们将来 读的那些同学 是可以 读了语之后 不知道几年 可能五年六年 那他们是不是可以考这个课程 反而他们都不行 就是可以给他们考 反而他们可以 兼读制的 就全部都给他们考 过渡了 反而只是你自己那间企南 企南也很出名的 是我们企南大学 和一间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 就与公开大学联合开办的课程 我们企南大学 就是与香港专业 进修高等学院合办的课程 都是在香港 这两个课程 都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 在香港的非本地高等 及专业的条例注册的 是香港专上学院开办的 中医学士学位课程 并非是一些兴趣班 所以中医学管理委员会 刚刚复回我们 因为我们去过立法会 申诉部 有些议员复回来给我们 就是说我们这个课程 同类的课程 都有很多间学校 去争取 要提出要考证别试 我能给哪一间 其实我觉得 因为他们是有责任 你不要管有多少间 总之我们香港永久居民 我们在你条例生效之前 已经存在 这个是历史事实 你必定要妥善作出安排 还有一样就是 他说其余那几间 根本上以我们所知 要在香港的教育署註册 只是我们企南大学 和厦门大学 两间大学 其他那些 可能是一些类似 是一个中医的团体 举办一些课程 那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中医管理委员会 是这样选择性 给浸大和港大去过度 而不给我们这两间 内地班受学位的大学 我说的是 不是说浸会大学 全日五年的课程 我说的是 他也有兼读的 是吧 可能有些其他的医生 想兼读之后去考 现在是在说这个 是吧 这个有这个问题 有时你可以看到 其实在外国都有这个问题 比起自然疗化医学院 和自然疗化 其实有两批 一批正正式式 读完大学 再读四年的全日的试 这些医生 很多时候在不同的州 他有他的牌照 但是也很多 在美国加拿大 很多学校 就是不需要这样的 你可以不同程度 你读都可以 所以一直都有这个争拗 但是你曾经所说的那样东西 其实不是说 他的条件就是 你一定要五年的全日制 我才会承认 如果你不是全日制 我就不承认 其实你一说是不是 香港目前有两间大学 其实那些兼读学生 都可以豁免 而反而你们那两间就不行 那他有没有其他的藉口给你们呢 因为我们跟他们这么久以来 他是毫无对话 完全是没有沟通的 连那些学校去信 要求约见他 你现在这个考试的制度 这个课程是需要些什么呢 是的 完全是没有的 不知道他把尺如何量度 很多时候我们见过 那些议员我们都说 我就拿了一张白纸出来 我说请问 议员这张纸写着些什么呢 他说是没有字 那我就说 我们读的时候 就是白纸一张 是没有条例 是规管我们学院的 就是兼读学生的 条例的 只是他在02年的12月 才是有这个公布 是有一个详细的公布 嗯 12月的时候 02年的12月 是的 那好了 如果有时我们觉得 我们在他的立场来说 那他提出这一点 那其实很多学校 都想给学生可以去考到 那可能 是不是很多家学校 真的在这样的处境 你所知 有很多这类的学校 有很多几百学生 已经在读中 那随时希望 不如之后 就去考试了 事实上这件事 有没有根据呢 那其实呢 他们也有注册 应该就是 其他那些就是一些团体办的 中医科学生 是的 那某程度上 我可以看 那这两个是香港的大学 那他就不准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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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说我们相信香港的程度 在大陆的或者其他国家的那些 那我们暂时就不承认了 那有没有其他的学校 是不在香港的 而在外国而被承认的呢 其實很荒謬,我在今年5月14日,在立法會衛生事務會議中, 我亦有在座聽他們開會,都是討論中醫的問題。 當中,議員質詢他們說,你們為什麼不會被紀藍大學和校門大學去考中醫質疑事? 他們說,我們沒有歧視。 我們已經否決了另外一間,就是浸會大學和澳洲墨爾本大學, 聯合舉辦海外課程,我們都否決了。 實際上,他們表面上好像是否決了。 但實際上,他們已經被這批學生,已經過渡了。 都是繞個彎進來,讀他們自己這麼大搞的經讀學位課程, 都被他們過渡。 還有就是,他們有些學生是在條例生效之後, 才是由文憑課程,轉讀學位課程,都被他們過渡。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真是中藥管理委員會是很多不公平的事。 請你這麼說,譬如RIT,因為我認識一些朋友是RIT讀的。 澳洲其實有很多銜售課程,出名的是在外面開學校。 但他容許他們說,你在香港補一些年齡時鐘, 你就可以來考試。 其實你們有沒有要求他們, 我們都可以做同樣的事, 因為大家都兼讀的, 浸會大學,香港大學, 我們就再讀他們需要的時鐘, 再考試。 有沒有試過這樣,他們會怎樣想呢? 我們學校都去信過中藥管理委員會, 他一時就說,我們學時不夠。 既然我們學時不夠, 我們學校就搜集資料, 他完全沒有一些資料給我們, 你的課程是需要多少學時的。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已經加到的學時, 是跟浸大、港大是相約的, 是4536小時。 當中包括一個實習時數, 是二千多學習時數, 二千多一個上課理論的時數。 我們拿一個課程給他們審核, 中藥管理委員會都不審核我們的課程, 就說是不認可了這個課程。 現在聽你所說, 你說現在浸大和香港大學, 其實它有一個四千五百小時的課程。 這應該不是兼讀制, 是嗎? 是兼讀制來的。 也是兼讀制來的。 因為我們是兼讀制, 所以我們是用兼讀制和他的時間相約, 去到家。 現在香港的情況, 譬如是一個中國中醫學院畢業的, 成為了香港的居民。 那它可不可以考慮呢? 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即任何一間廣州中醫學院, 或者北京, 或者上海中醫學院畢業那些。 那它就可能某個原因下, 或者嫁走香港人, 或者草州香港的女士, 就成為香港居民。 即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它是一個正規全日畢業的中醫學畢業生。 那它有沒有資格考試呢? 即是現在的情況? 以我所知, 中醫學院管理委員會裏面, 有一個制定可以給你考試的學校名單。 是的, 它內地的大學, 以我所知是28間。 28間是內地的? 因為我們學校的全日制, 是當初首批內地的全日制, 學校的畢業生, 本來都不可以考的, 還沒有在它的名單之內。 是的, 現在我們企立人大學, 都是在中醫學管理委員會的, 可以考試的全日制的學校裡面的名單之內。 是的, 即是現在是28間了。 另外加上三間的本地大學, 是港大、中大、浸大。 全日制來計算是三十一間, 是符合它這個名單裡面, 才可以考的, 全日制來計算是。 現在香港讀中醫, 其實是有三間大學, 不只是浸會的。 因為中大是沒有兼錄制的學士學位課程的。 是的, 只有港大和浸大兩間兼錄制的學士學位課程。 他們都要求4500小時。 這是很標準的, 因為所有醫學院, 無論是質疾病神經科醫學院, 自然療法醫學院, 或者傳統對抗性醫療的醫學院, 一般都是4000小時。 是的, 因為我們都是加到雙藥的時間。 好, 或者我們休息一會, 想一想, 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當然, 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面, 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去家裡,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六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我們今天繼續今晚的講題, 就是中華醫藥何去何從。 我們的嘉賓就是張士坤, 註冊中醫師, 以及龍玉平小姐。 你剛才都提及一下, 其實這整件事, 過去你最近幾天, 或者你過去都很久, 為了會務, 進行很多的和香港的議員遊說, 希望他們了解現在的處境。 你的經驗是怎樣呢? 一般的議員, 他們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聽到你們現在的問題。 其實不僅是市民、議員, 聽到我們這樣說, 因為我們要虎獨六年, 韓昌虎獨六年, 是一邊工作, 一邊去進修。 因為當年, 我們就是響應政府的持續進修, 自我增值, 以及香港要成為中藥港。 我們這些同學, 全部都是對中國的醫術, 是非常有熱誠的。 所以我們才有決心去讀中醫。 經過六年的虎獨, 花了應該有超過二十萬的港幣。 這樣去讀完, 完成這個學位課程。 都是想學以致用, 玫瑰社會, 服務市民。 亦都是將我們中國的醫藥, 去發揚光大。 很可惜真是遭到中藥管理委員會的否決。 當中, 我們都是, 很多同學都是想成為中醫師。 但是, 我們只是要求中藥管理委員會, 給我們一個考試的權利。 我們並不是想立刻讓我們去執業。 所以我覺得, 你向全世界任何一個人士說, 都說不通。 考試的權利都沒有。 所以, 那些醫院是非常支持我們的。 我們跟他們反映這個問題, 他們都是以不容辭, 都會幫我們。 我們也見過很多的議員。 議員初期都跟我們反映。 我說, 議員們, 我們這麼多年來, 學校和學生組織都去信約見他們, 始終沒有回音。 那些議員怎麼說呢? 他不要說你們學生去約見他們, 你們學校約見他們。 我們約見他們, 都不見了。 我心想, 這個中藥管理委員會這個組織, 真是高於3C12局, 凌駕於我們特首之上。 因為為什麼呢? 他這個組織, 是一個委任制的。 他是無需向公眾交代。 他說, 不是一個政府機構。 真是內拒不可。 他又不是文擇制之下。 不是文擇制。 那誰委任他呢? 通常是什麼人在呢? 因為他在, 我剛才說過, 在1999年, 政府的政策, 是通過立法會的, 授權給這個中藥管理委員會, 管理中藥界。 所以他裏面的人, 全部都是委任制。 他不是經業界,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不要說我們學生, 而是很多在職的中醫師, 都對這個機構是不滿的。 那誰委任他呢? 真是要考慮, 沒有人知道。 聽說, 你可以捐一筆錢出來, 就可以坐這個位。 還有, 真是私成祖傳。 師父死了, 可以徒弟坐的。 這個位。 我亦都聽到, 是很多。 亦都是一身兼數職。 他既可以做這個職位, 又可以做那個職位。 裏面當中, 是不知道誰委任。 我問很多中醫界人士, 都不知道。 那會不會是衛生署、福利署, 即是西醫界的人委任他們? 當然是。 因為, 他雖然是一個執行條例的機構, 但最終的決策機構, 都是衛生福利及食物局。 那是甚麼人? 是西醫的中醫? 政府部門, 當然是西醫主導。 即是西醫, 即是欽展哪個中醫, 來統治香港的中醫? 當年就是陳馮富珍。 他就, 中醫界都要規管一下。 不如組織一個組織來管理中醫藥界。 就是陳馮富珍一手搞出來的。 那裏面是以西醫主導, 當然是。 譬如梁廷雄、林秉欣, 當年都有參與這個會議。 那現在的委員會裏面, 即是成員裏面有多少人? 譬如他的組合, 有沒有外面一般其他人士? 即不是業界人士, 也不是西醫, 也不是中醫, 有沒有其他人士? 都有的。 因為他說為了公平起見, 那裏面的主席不是業界人士, 例如今屆的主席就是范祖浩先生, 他應該是金融界的。 他裏面的架構應該是分中醫組和中藥組。 中醫組裏面也是分一個考試組, 就是決定你可不可以給你考試, 或者考試的內容去審核。 那他們譬如他委任的時間, 有沒有規定, 到時到後就要換呢? 譬如我知道在閘骨神經科醫學院, 閘骨神經科的管理委員會, 他們是這樣的。 即是他是委任, 我也不知道怎樣委任, 通常都是委任的, 他們認為你會聽他說的, 一定是這樣的。 那他有沒有時間性呢? 即是到時到後, 何必三言或五言, 一定要換人, 那有沒有這個規定呢? 最初聽說, 雖然是三年或四年一任, 但是, 都是沒有正式換人, 都是退了下來, 又讓他介紹另一個照片。 其實, 袁先生, 你一聽就知道, 嘩! 委任, 你覺不覺得是一個很健康很健全的機構呢? 因為一委任, 他都不是業界, 真的一人一票選出來, 沒有代表性。 他所謂的公開已經諮詢了, 是公開諮詢什麼人呢? 什麼團體呢? 這裏可以一看就知道了。 亦都可以這樣說, 他當中的人士裏面, 以我所知, 第一屆主席就是謝志偉。 謝志偉是哪一個人士呢? 他就是浸會大學校長, 當年的浸會大學校長。 他是校長的身份, 他不是中醫界, 不是西醫界的? 他都是中醫來的。 但是當中, 為什麼會浸大, 可以讓他完全過度了? 又可以在文憑, 又可以讀畢業之後, 又繞進去讀他的學位, 又可以讓他過度。 連RMIT這個課程, 讀完又可以讓他, 都全部過度了。 如果你說沒有師生壽壽, 沒有以權謀師, 我覺得講出來有沒有人信呢? 公道自在人心。 亦都是一個港大, 今年的中醫組主席就是黃瓦閣。 亦都港大兼讀制的學生, 亦都全部過度了。 暫時過度了, 那將來呢? 因為我所有兼讀制, 現在都不開辦了。 因為在2002年, 全部的經路制都應該是不開辦。 如果他是開辦的, 他都聲明是不可以考中醫執事的了。 就是輕水班而已, 可以。 是的, 因為我們學校都很守規矩, 也都, 在2002年一公佈了, 不可以考中醫執事經路制, 我們都不辦的了。 所以, 以我所知, 現在香港就沒有經路制了。 嗯, 即是說, 在他的立場來說, 他所謂的憂慮, 即是如果我們這樣容許你們 用兼讀制的畢業生來考試, 將來很多學校都會用這個方法。 他們會擔憂水準方面, 可能會有些差距, 其實這個顧慮都不需要, 因為將來都沒有, 就好像表列, 然後表列醫生, 中醫生那樣, 他將來都沒有, 即是他被你過度裡面安排了。 對他來說, 其實那個難度也不應該這麼難。 你說多少學生呢? 我們現在都是不過200個。 你說三百多個港人暴讀的, 就是香港和香港。 現在都獨正, 每個同學都一來, 看不好的前景, 也有些因為經濟, 或者工作問題, 都真是心裂交稅了, 這幾年都搞到。 我本來都在做事, 現在都是全職去讀這個中醫。 因為我真的覺得, 對中國這個醫術, 我是非常之喜歡的。 還有, 我覺得我有個信念, 道理在我們那裡, 我一定要堅持下去。 所以, 我就是不工作也好, 我也是全職去做一個, 爭取這個中醫執事。 我是堅持到底, 還有去讀這個中醫的。 你現在再全職去讀? 我也是堅讀制, 但是我停了, 不工作去讀。 但是現在, 你想說, 其實將來, 就算香港目前, 在浸會大學, 和香港大學的堅讀課程, 其實都不會被承認。 那你現在所讀的, 是不是都不會被承認? 你現在是港大同學, 你說他不會再扮了, 不扮的了。 那他結束了就算了, 就是現在最後這一批。 是的,應該就是。 那你自己都說, 讀了很多年, 譬如你現在導演課程的學生, 好像你這樣, 趁他那輛車還沒過的時候, 大家可以做這件事嗎? 他做了多少年呢? 最後那班, 最後那班堅讀制的學生? 應該, 港大、浸大一點, 我就不是很清楚。 如果我們和廈門大學的, 就是, 在明年, 已經差不多全部畢業了。 因為我們01年已經入讀了。 阿龍女士, 你現在不做事, 是讀了其南某學生的? 是。 就浸大和港大就沒有搞了, 現在已經停了。 因為不可以考執業市。 如果我讓你去讀, 說明沒有市考的, 你讀不讀? 幾十萬到一個兼讀課程。 幾十萬? 是啊。 以我所知, 港大是要幾十萬的。 最貴是他的。 自己給錢? 是啊。 還有一樣, 我要提一提, 幸好這位主持提醒我, 我們真的很感慨, 我們連香港的持續再進修資助基金, 都計算不到一毫子。 兩萬都不行? 一萬元都沒有。 一毫子都是, 即是完完全全是由我們自己是, 塗腰包拿出來, 政府沒有一毫子資助過我們。 所以我們真是, 志醫宿食, 韓昌虎讀, 求是一個中醫執業市的權利, 考試的權利。 你知不知香港納稅人, 去培訓一個醫生, 普通方向對抗療法的醫生, 你知不知他用多少錢? 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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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是, 即是, 一般所謂俗稱西醫, 其實對抗性療法的醫生, 你知用多少錢? 嗯, 加上實法。 我想過百萬, 三百多萬, 是。 最貴是牙醫, 三百多萬, 反而在我們中醫方面, 即是, 少到驚人。 我也聽過, 香港在醫療方面, 用了四百多億, 最近用了四百多億, 在中醫方面, 其實是很少資助的。 我好像昨晚, 不知前晚, 在電視節目, 很無意之間看到, 關於東華醫院, 因為原來東華醫院前身是中醫院, 是呀。 即是, 現在你看回來, 原來做他的總監, 全部都是西醫來的。 倒轉頭, 是呀。 我經常都以為, 香港是法律上, 不容許中醫院, 原來東華醫院是中醫院, 直到鼠疫那件事, 即是, 傳染科, 西方這方面的學問走出來。 我相信慢慢地, 好像東華醫院, 慢慢地被西醫, 慢慢地侵蝕, 侵蝕。 侵蝕到現在, 東華醫院, 只是一個門診部, 有個中醫在。 即是, 即是, 廣華就有了。 廣華就有了。 廣華就有個中醫診所, 不是說, 在角落頭那裡。 現在, 可以這樣說, 我回應兩位主持, 因為十年前, 董特首的年代, 他就說, 希望香港成為中藥港, 又要有八間中醫院, 原來其實全部都是大隻港來的。 八間中醫院? 八間中醫院, 成為中藥港, 其實全部都是大隻港, 一樣都沒有實行道。 現在不是中醫院, 只不過是一些門診, 我在5月14日, 也有開了衛生事務會議, 也是關乎中醫的問題。 有些議員質詢, 為什麼到今時今日都沒有一間中醫院呢? 你猜衛生署怎麼回答他們呢? 因為沒有資源。 因為沒有資源。 多可笑, 幾百億不能做出一間中醫院。 所以, 香港其實說, 有中藥管理委員會去管理, 規管中藥界。 實際上, 這個委員會有沒有起到它的作用呢? 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推動到八十年, 一間中醫院都沒有。 其實我在這裡, 也很想說一下, 剛才袁醫生說到, 要培養一個西醫要幾百萬, 培養一個中醫學生都不簡單, 要過百萬。 我很記得, 我看到報紙前幾年, 就是說, 劉良校長, 集會大學。 她去信給政府, 她是請問你們, 有沒有職位接收我們這些畢業生呢? 我們每年有百多個中醫院畢業生。 很可惜, 政府的回應就是, 沒有這些畢業生。 其實, 我引伸到有兩樣東西, 就是說, 現在政府運用這麼多資源, 培養一個中醫畢業生, 是沒有一個很好的配套, 去接收這些中醫畢業生, 去發揚這些中醫。 反而, 是浪費了立正人的錢。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一個中醫畢業生, 出來, 他沒有中醫院去培訓, 沒有老中醫去帶他們, 他哪裡有經驗? 他這樣可以自立門, 會開門診嗎? 不可以的。 西醫都是要帶出身的。 更何況是中醫, 因為我們是很多, 很微細的, 網民問切, 藥方, 藥理很多東西, 是由我們想出來, 不是西藥這麼簡單, 頭痛就頭痛, 胃藥, 或者是消炎藥, 這樣開的。 是不是? 當中, 是不是每年都浪費了很多垃圾人的錢? 那些中醫生畢業業, 你以為是做什麼呢? 他只可以做一些健康的, 或者是瘦身, 封空瘦身, 或者是做這些職位的事情。 他真正不可以自己開診。 那你是不是真的一來浪費了垃圾人的錢, 去培養中醫生。 中醫畢業生出來, 又沒有好的出路。 第二, 沒有中醫院, 亦都在剝削我們香港的市民, 選擇醫院的權利。 因為我們可以選擇, 其實是西醫院或者中醫院。 因為我覺得是需要有中醫院的設備。 因為很多是長期病患, 例如中風, 骨傷, 這些是很需要住院的。 因為他不可以走出走入, 的士出的士進去, 天天去, 又要浪費家人去照顧, 去看醫生。 他是不是需要一個醫院, 中醫院去安安定定, 去給他醫療, 或者針灸, 或者推拿按摩呢? 那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市民, 可以沒有這個選擇權利? 那你說是不是這個中醫院管理委員會, 有沒有推動中醫藥界的發展? 大家一聽就知道, 自己心中有數了。 據你所知, 這麼多年來, 中醫院管理委員會, 其實這方面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據你所知是。 據我所知, 由於在爭取這個質疑市當中, 我認識到很多中醫藥界的人, 他們都是跟我這樣反應的。 即是說這幾年的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原則上, 發展中醫或中醫藥, 就沒有什麼見樹了。 動你們這群人, 就有很多人了。 可以這樣說, 公道自在人心, 大家可以一看一看一看。 我們在座每一個人, 假如有什麼事的時候, 為什麼只要住西醫院, 為什麼我不可以住中醫院? 因為沒有中醫院, 怎麼可以讓你有這個選擇權利。 其實在剝削我們每一個香港市民。 中醫院管理委員會, 沒有跟我們做到這些事情。 400多億的醫療費用, 還沒有資助中醫藥。 一定也沒有。 剛才說, 政府那方面有說, 我們沒有資源。 OK啦, 暫時沒有資源, 現在有400億了。 我們將來很簡單, 以外, 將來拿它五億, 拿它十億, 就說明是給中醫。 現在暫時沒有, 現在400億沒有, 那之前三百多億而已。 將來要需要那筆錢, 就為中醫來籌款。 我相信很簡單, 最重要是你肯說出原因, 我一定有解決方法。 十年啦, 袁醫生。 你信不信?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呢? 請問。 就算你民間, 有些大富豪肯捐錢, 他都不讓你搞。 還有, 你知呢? 我猜是啦。 當然啦, 我們香港出路, 都不是第一天說這個問題啦。 即是, 他一定不會讓你建一間中醫院。 那四百億, 對不起, 是我們西醫的。 你要賺, 就你自己搞定。 搞定都不會讓你, 為什麼? 因為, 如果讓香港市民看見, 嘩,又便宜又有效的。 那我們那四百億是做什麼的? 明白嗎? 簡單的嘛, 經常在那裡說的。 如果當時, 香港有個中醫院, 利益問題。 當沙士期間, 出現了很多這類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在西醫學界來說, 沒有什麼真正有效的醫療方法。 所以, 對他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但是, 如果當時, 香港有中醫院在那裡, 我們可以做一個很科學的實驗。 是吧? 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實驗, 其實不是香港需要再做的。 在當時我們看到, 在北京來說, 北京的沙士死亡率, 好像達過五個幾%。 廣州三個幾%。 廣州三個幾%。 香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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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死了299人。 沙士期間。 世界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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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因為他在用西藥, 都不行。 還有, 他們不肯科學去面對這個問題。 是吧? 做科學去面對的話, 既然這種病是新病, 大家都沒有經驗去醫治。 大家都沒有實在的基礎去做。 我們做了一個公平的實驗。 這批病人, 是給西醫的方法去醫治。 另一批中醫的方法去醫治。 或者另一批不醫治。 看看, 三組裡面, 這是真正科學。 他們經常講科學。 我經常玩科學遊戲。 但真正要做科學的時候, 他們就不敢做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做到科學的時候, 如果證實你們不行的時候, 會很嚴重。 譬如我們當時有中醫醫院去醫治。 可能死亡3%。 西醫院去醫治17%。 那四百多億會如何去撥呢? 再重新撥呢? 大家可以看到原因。 崩潰。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整個地球玩的所謂專業遊戲。 香港最近將中醫藥專業化。 其實大陸都走了很多年了。 是吧? 我們暫時來講, 我們看不看都相信, 香港中醫認可了。 專業化之後, 其實對香港人來說, 其實好想說是差了。 兩位嘉賓, 在這方面可以看一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好壞還是不好呢? 我來講一下, 我本身是張士官。 是。 我不是出生在香港的, 又不是出生在大陸。 我本身是出生在馬來西亞、新加坡。 中國居住都有18年的時間。 香港已經有30多年了。 今年呢, 年紀到, 可以說70歲了。 我經歷這麼多的國家居住。 又看到很多的, 有中醫、西醫。 還有其他民族的土醫。 那麼, 中、西這方面呢, 我有所體會, 有所醫過, 看過。 自從學到中醫之後呢, 對中醫的了解, 和西醫的了解, 特別來香港居住了30多年。 因為香港是面對全世界的。 西醫行不行? 中醫行不行? 這邊很多, 香港市民, 每個人都領教過。 我相信, 隨著都領教過了。 吃個西藥、吃個中藥。 反應是怎樣呢? 我相信, 我不用。 怎樣詳細講呢, 大家都要體會。 得出你的結論呢, 得出你的結論, 不難的。 看看西醫, 看一排, 以後看中醫一排。 看兩、三次, 領教中醫、西醫, 你自己得到, 非常有力的, 證據、證實。 西醫行不行? 中醫行不行? 這個, 到時就很明顯, 就表露出來的。 它是做出一個結論。 中醫來講呢, 是五千多年的歷史。 而西醫的發展呢, 是快的, 是二百多年。 二百多年呢, 事實上有沒有進步, 進步得很快, 值得我們學習。 中醫呢, 五千多年, 不是科學的。 不是用這個科學, 化學這方面, 產生出來的。 而是, 天而歷對, 祖先, 皇帝, 開始以後呢, 陳百藥, 同工人在自己用藥, 來, 親自體會, 這個藥好不好? 這個藥性是怎樣? 其實是科學來的, 這個。 是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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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現代的科學, 根本沒有研究, 中醫這方面的, 醫療方法, 科學性, 哲理性, 研究不到。 現代的方法有, 不過他沒有用。 是藥性呢, 他研究, 有法子研究, 這個藥性, 是有什麼營養成分, 想不想醫什麼病。 但是藥性, 寒性, 熱性, 研究不到。 所以, 吃下去的反作用, 就會出現。 剛才聽到, 這位劉小姐, 我最近都認識她, 以前都不認識她, 剛才聽她說, 一類的遭遇, 我覺得非常懷涵, 又非常痛心, 我本, 本人呢, 七十歲, 看到這麼熱心, 以中醫中藥方面, 去學習, 去, 希望今後成為一個中醫師, 更好為香港市民服務, 這個是造福, 市民的一種, 途徑, 是一個好的精神, 是一個發揚的。 但是, 遭遇這種情況呢, 我覺得非常遺憾。 為什麼, 她要是我們新一隊的接賓人, 我們自古來, 是祖傳輸傳, 傳獄來的。 師父傳, 是一個學生, 十幾個, 二十個, 一般, 以前古代是這樣的, 五、六個, 三、四個, 其中一個兒子, 就學她老爸, 其他就, 被她老爸為師, 這叫書傳。 同她老爸學的, 就是祖傳, 為傳幾千年來, 都是這樣, 從來沒有什麼醫學院的。 聽過文國時期, 就有廣州, 有個中醫學學, 都很難得, 有些老前輩來教學, 但是正規, 發展全面就沒有了, 自從中華人民教學國成立之後, 就成了八間大學, 但去哪裏呢? 北京一間, 上去一間, 廣州一間, 另外一間, 不知道是重沙哪裏, 去重慶, 一個和四間, 以後就覺得不錯, 發展很好, 各個省份, 都爭取成立, 中華大學, 為什麼, 中國政府, 這麼熱心, 說是個精神, 來發展中華中藥呢? 因為通過, 激明的期間, 重症的期間, 死的軍隊不少, 是不是靠什麼呢? 打仗期間, 重症期間, 都是靠中華中藥, 根本沒有西藥, 哪裏西藥? 貴啊, 所以沒有中藥, 你醫他, 哪有醫生去打, 去鑑定? 中藥, 中藥, 東地的土衣, 土衣來醫他, 在軍隊, 可以說幾乎, 全軍服務, 好處有這個中藥中藥, 所以對中藥中藥, 他們體會非常深, 沒有中藥中藥, 沒有今時的革命成功, 他們絕對不會否認這個事實, 到今時今日, 忍而, 副總理最深強度這個問題, 而且又做了, 總理的職業, 兼衛衛生部, 雖然, 發展這麼好, 雖然, 雖然, 中藥中藥, 傳到中藥中藥, 是中國的國保, 中國的國稅, 無好方言, 而且他們知道了, 通過這幾十年, 中藥的副作用, 反應的情況如何, 又看得到很多, 問題是哪裏呢, 問題是有政策的問題, 到時, 本來中國是很好的, 就想發展。 剛才你提及了一件事, 就是所謂中醫的科學性,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迷思, 我想在我們休息, 數分鐘之後, 我們深入也要看看, 甚麼是科學的醫療呢? orar也要解決定它們, 432版的八道版國,